入福了,也就进入了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了,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想着吃点冷面结结束,吃喝都追求良快,但需要提醒各位,这种思想可是不对的,因为在这最热的天气里,正是养生保健的最佳时期,中医认为,人体与自然界是相同应的,三福天的时候,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, 也就是自然界中阳气最强的时候,这个时候,人体可以介入自然界的阳气,来补养自身的阳气,有的患者阳气不足,比如疲惫阳气不足,肾阳不足等等疾病,这些由于阳气不足的疾病,都是可以通过在三福天的保健来保养的,现在比较流行的三福天,也是运用着三福天去养住阳气的原理, 由于阳气极度缺乏导致的疾病,除了使用三福天之外,三福天注重自己的养生保健也是很重要的,三福天虽然天气很热,人也感觉很燥热,其实人体的阳气都是鼓动在体表的, 真正的体内其实很少的阳气,也就是体内其实是寒凉的状态,这个时候,你要是去吃冷饮,吃凉菜,吃很多种伤凉气的食物,就会伤害自身的阳气,并且是深深的伤,这是因为你在自身阳气最弱的时候,吃进去了大量的凉饮,自然会伤得很重。 最好的做法是,在三福天里,依然常规饮食,喝温水,吃热饭热菜,你会发现虽然天气很热,但是你真的去看温水解渴,温水解渴的能力,其实要比冷饮要强,并且本着冬病下症的理论,针对那些常年老累病的患者, 这个时期要是注重自己的养生保健,老累病也会好很多,其实养生保健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,不是一定要刻意进行的事情。 上等的养生保健,就是人与自然相同应,这个中医叫做天人相应。 能够做到这一点,身体自然不会出大问题,利用好这个时间不算长的三福天,养足自身的阳气,在冬间的时候,就能免除由于阳气不足导致的疾病。 喜欢养生的人不要错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